本期周报将为你介绍世界主要智库最近出台的三篇报告 第一篇,印度智库分析中印在南亚的竞争 第二篇,韩国智库建议韩国充分利用保护主义集团化趋势 第三篇,美国智库建议北约加强与中国的气候安全合作 好,先来看第一篇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8月16日出台一份报告 题目叫做中印竞争来自周边的视角 主要分析中印在南亚地区的竞争 这篇报告说,长期以来中印经常在国际和地区秩序中争夺主导权 并且存在边界争端 但同时两国也在地区和多边平台开展合作 然而,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 中印关系急剧下滑 印度积极加强与四国机制的关系 中印竞争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南亚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更加具有战略意义 报告认为,现在中国和印度都持续在南亚地区加强投入 扩大自己的利益和影响 但是,南亚对中印两国的意义是有区别的 对印度来说,南亚和印度洋是抵御外部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而且,长期以来印度在邻国当中拥有独特的影响力 是南亚的区域大国 报告说,这种观念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印度各种形式的周边政策 换句话说,印度一直把自己看成是南亚地区理所应当的老大 这是它所有南亚政策的出发点 所以,中国在南亚推行的项目,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 被印度看成是对抗印度影响力的手段 那中国呢,报告说 中国在南亚扩大影响 是为了巩固自己作为亚洲大国的地位 同时呢,获得印度洋丰富的资源 确保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促进国内特别是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你注意,报告还在这里加上了一句很有印度特色的话 那就是中国扩大在南亚影响的另一个目标 就是所谓包围印度 按照这个逻辑,报告说南亚已经成为中印争夺的重要竞技场 特别是加勒万河谷冲突以后呢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信任赤字越来越高 竞争投入力度也在加大 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长野 印度呢,正专注于投资各种互联互通项目 同时和邻国建立经贸安全等多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 以维持自己在南亚的地位 不过报告也指出 对南亚国家来说 中印竞争的计划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为什么呢? 报告说,因为这样一来 南亚其他国家发挥作用的空间就更大了 可以摆脱对印度的过度依赖 同时呢,也可以避免欠中国很多债务 报告说,现在随着印度、中国和美国都更加重视南亚 正在寻求积极的平衡与讨价还价 你注意这个说法 而不是被动的成为全球大国博弈的受害者 这种大国竞争使他们有更多机会 获得投资、赠款、援助和贷款 报告认为,这种状况会是一种长期现象 因为中印在南亚的战略竞争才刚刚开始 目前来看,谁也没有后退的迹象 好,再看第二篇 8月18日,韩国外交与国家安全研究院发布一篇报告 题目是 韩国经济安全战略与印太经济框架 这篇报告一开头就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一个判断 说今天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了一个 经济与安全不可分割的时代 安全逻辑已经超过了经济逻辑 造成这种结果的是三个变量 一是全球化的脆弱性 二是技术转型加速 三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报告说,在这种情况下 多数国家开始把经济的弹性至于经济效率至上 特别是越来越依赖保护主义政策来加强经济弹性 而美国加强盟友之间的保护主义合作 共同对抗中国的做法 使中美之间的竞争演变成了集团之间的竞争 那在这种情况下,韩国该怎么办呢 报告说,韩国下一步的经济安全战略 需要利用这种保护主义集团化所创造的机会 比如参加美国搞的印太经济框架 芯片四方联盟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等 以提高韩国工业部门的竞争力 扩大韩国在全球的影响 这里报告专门提到了印太经济框架 说这个框架现在还处于萌芽状态 韩国有机会带头推动它向前发展 报告认为,加入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 可以为韩国促进经济安全利益提供很多机会 比如使韩国成为数字经济供应链出口管制 等前沿领域的规则制定者 而不是规则接受者 同时参加美国印太经济框架 还可以加强韩国与一些技术强国 市场大国、自然资源大国的合作 可以弥补韩国自身的经济弱点 另外报告还指出 参加这个框架还有助于修复韩国和日本的关系 有利于韩日两国在中美竞争中 开辟自己的前景道路 当然这篇报告最后还是补了一句 说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也好 利用保护主义集团化趋势也好 并不意味着韩国要加入反华联盟 不过尽管有这句话 这篇报告的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 属于迫切希望韩国执行青美路线的那派观点 要知道这种观点在韩国现在市场并不小 这和当前美国的重点拉拢有很大关系 值得我们关注 好最后来看一下第三篇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 8月18日出台一篇报告 题目是北约与气候变化 安全的气候视角 你知道北约完全是一种传统安全组织 是军事同盟 但这篇报告提出 北约应该把气候这种非传统议题 纳入自己的职能范围 这篇报告主要有三个观点 第一气候变化实际上是个安全话题 因为气候变化不光会破坏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生态系统 而且会加剧各国对稀缺资源的竞争 破坏重要的基础设施 引发新的地缘战略问题 而极端气候事件还想增加国家的安全风险 并降低国家应对其他危机的能力 第二 应对气候变化虽然不是北约的主要职能 但是他也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怎么个准备法呢 报告说 北约要把气候因素纳入到他的核心任务里面 像威涉与防御 危机管理 以及合作安全等等 都要考虑气候因素 在操作层面 北约的态势感知作战计划 也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 特别是极端气候的可能性 比如根据气候变化的趋势 来预测可能发生安全冲突的地点 第三 北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也要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合作 甚至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合作议题 这里报告专门提到了中国 报告认为 虽然中国传统上 反对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但是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和一些官方文件 也开始强调气候变化和安全之间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 中国是国际舞台上气候外交的关键参与者 北约需要和中国合作 而且气候安全毕竟是全球议题 没有那么敏感 在今天这种比较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下 气候合作可以作为北约和中国接触的起点 应该说 这篇报告可以看成是一种处理 当前北约和中国关系的思路 态度比较积极 但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有多大 还得靠实践来检验 好 本期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周再见